下一個斷層叫做平移斷層 剛才的正根就是上下洞嘛 垂直洞 那現在呢是水平洞 水平洞 那叫做所謂的平移斷層 是水平的移動 跟剛才的上下洞不太一樣 長成像這樣 長成像這樣 水平的移動 這叫做平移斷層 這叫做平移斷層 那平移斷層是有分的 不過課本上並沒有仔細的交 但我會跟你說 他有分 他有分做左移跟右移 所謂的左移就是左邊靠過來 左邊靠近你叫做左移 左邊靠近你叫做左移 那麼右邊靠近你的叫做右移 看得出來嗎 右邊靠近你就叫做右移 左邊靠近你叫做左移 右邊靠近你叫做右 曾經有一位大帥哥跟我說 老師我看是左邊 可是我要寫右邊 因為考驗在我對面跟我左右相反 你講 來來來 他跟我左右相反 所以我要寫的跟他不一樣 想太多了 來 可愛帥哥過來 舉右手 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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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放好 來 看著 左邊靠近你還 右邊靠近你 右邊 我演什麼 右邊 我們兩邊是一樣的 抓著 我的一家人 跑到右邊去了 右移 我的一家人 跑到右邊去了 右移 我的一家人 所以你四面看答案都怎樣 一樣 不要錯弄傻事 沒有這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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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面看答案都是一樣 好 四面看答案都是一樣 你在正面的往前看 右邊靠近我 你跑到後面這裡去看 也是右邊靠近我 這兩個叫做一家人 我的一家人 跑到右邊去了 右移 我的一家人 跑到右邊去了 右移 什麼看答案都是 右移 所以一樣 所以左邊靠過來 叫做左移 右邊靠過來叫做 右移 課本上基本上只叫平移 但是我希望你懂了 什麼叫做左移 什麼叫做 右移 好 OK嗎 OK 下一個是跟斷層有關係的 正式教師下學 是因為跟斷層有關係 所以先提了一下 叫做 斷層會產生地震 下學區會告訴你 發生地震的最主要原因 是因為地下產生斷層 所以人家畫一張圖 畫了斷層問 下列迅速何者正確 他說這裡曾經有提的答案叫做 對 斷層會產生地震 然後記住這個名詞 正圓正央的名詞 還有一個叫正圓深度 來看圖 地底下發生斷層的地方叫做正圓 垂直文言文叫做在地面的投影 白畫文叫做垂直地面那一點 叫做正央 中間那個距離叫做正圓深度 叫做正圓深度 所以地底下產生斷層的地方叫做正圓 正圓到地面的投影 正圓垂直地面那一點叫做正央 所以正圓是在地下 正央是在地球表面 然後中間這個距離叫做正圓深度 正的是一個考試的重點 分辨名詞這一題學測考過 要你分清楚誰是正圓 誰是正央 這題學測考過 我們下一個集會再說一次 就是這個圖的意思 白的圖意思 把它搞不懂就可以了 OK嗎 OK 很好